以武士道精神展开自杀式攻击 这是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战情告急的警讯 曾经就读沈阳南满医科大学医学系的台湾土城青年陈赞树 在日本前线吃紧时 意外从有能力职业的医生变成了佩戴军刀准备出征的军官 1943年10月他抽签征调为日本军医 从高雄港出发 秘密被送往新几内亚的南洋战场 整个部队是四五千 他们都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所以他们是先到菲律宾的玛丽拉 好像待了三天 因为他是军官他想要下船去玩 可是日军不准 不能有一兵一组下去 然后到了玛丽拉之后又转到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岛 又待了几天 然后又直接又到新几天亚抢滩 然后在抢滩的时候 美军就过来轰炸 整个部队过去就死了一半 第一天 连绝猛烈的炮火 重创了辅才登陆的日军部队 这次由日本南海派遣军颁发的表彰状 对从未受过军事训练的中尉医官陈赞树来说 可以说得来无益 他在那边真的是出生入死 他除了枪林弹雨之外 他那边有十人藩 十人藩很多他的同僚就被抓去 就杀了就组合来吃了 然后还有灭吉 登革热 还有他有一次渡河的时候 渡到其实他也没什么力气 他游到一半 他现在后面有水坨 你看鳄鱼 鳄鱼游得多快啊 他比鳄鱼还快赶快上岸 要不然真的都不知道死鱼毁命 他是台湾人 然后所以他看到日军对台湾士兵 也都是很残暴的 他都偷偷地照顾他们 给他们猪肉啊 给他们什么东西吃 然后给他们罐头 他们军官配置比较多嘛 他偷偷给他们吃 要不然他们营养不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需要大量兵员 他们开始动员大量殖民地人民 加入战场 短短四年间 共有八万多名台湾年轻人 被争调为台籍日本兵 尽管日本用志愿兵名义 让台湾人风光入伍 可是对台湾人刘福顺来说 他并不想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牺牲者 一个从满洲国捎来的讯息 让他远离了南洋的战场 1940年 我们现在从满洲国返回了 返回台湾 因为我们这个 辽阳这个所在 不愧便宜 现在欠缺人了 人能说着一口道地米南话的刘福顺 家住东北长春 他是满洲国时期前去东北 光复后滞留大陆的台湾人 当年他前去投靠的亲戚 正是在满洲国开设百川医院的谢秋冠 同样为了躲避台湾总督府征兆的 还有台湾医生蔡行住 当年他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工作 在接获入伍通之后 带着怀有生孕的妻子陈肃梅 躲过日本宪兵的监控 仓促离开台湾 我的丈夫 在日本的调兵 为了逃兵 刚才台南有一个东乡叫甘云兰 他在台南开兵 他介绍 我们来台南 把我们出漏肥 把我们驾过漏肥 我们两个就做费台湾来 那时候台湾和台南都在本馆 在这里就出证明 证明说他这些人和朋友 要聘请我们来这里做工 只要低准的时候 日本人都在减证 我就出这个证明给他看 你知道他这些人去哪里 要这么批准 上了船的蔡行处夫妻 在前往满洲国的航程中 还得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 原本三天的航程 却要走整整一星旗 这才抵达大连 蔡行处夫妇 来到大连时 整个满洲国也进入动员的备战状态 美军轰炸的区域 从日本延伸到朝鲜 台湾和满洲国 老百姓陷入空袭轰炸的恐慌 晚上睡觉 我住宿舍的时候 那个床帘都是两层 都是黑的 不能露一点灯光 怕美国轰炸有灯光就炸了 一个月有一天防空日 因为怕美国来炸呀 每月18号是防空日 女人要穿防空服 男人也要穿着防空服 1944年10月时候 大台北也历经了一场美军大轰炸 当时台湾总督府也成了受灾区 除了面临轰炸的惊恐 就连原本盛产稻米的满洲国 同样也感受到粮食短缺的窘境 食堂的火是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 就日本很穷了 到后两三年 我们由白米变成文化米 就是东北出的文化米 很好吃 那个米圆圆的 像那个我们这个艺人似的 后来慢慢的 我们就变成更不好了 高粱米 高粱米再不好的时候 这高粱米都是有壳 没有碾过的 那个饭的是红白相应 白的是条虫 红的就是高粱米 那就是日本大概是完蛋了 1944年11月 汪精卫在日本病逝 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 已经摇摇欲坠 另一个感到日本已经摇摇欲坠的 是满洲国皇帝溥仪 睡觉 吃饭 全都是边三倒四 他能够万一 早晨那天 盯到十二点以后 才起床 起床两三点钟 吃中午饭 这才盯到十点钟 才吃晚饭 万一这到一夜里头 十二点以后 才睡觉 那他生活都不正常 那时候的溥仪啊 就不知道自己 什么下场 世界不好听的话 都不知道哪死去 日本完了 他就完了 1945下半年 日本战败的颓势 让那些在满洲国 仰仗日本势力的权力者 陷入恐慌 他们在不久的未来 命运将遭遇前所未有的难堪 1945年8月 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 投下原子弹 对多数人来说 这场核爆意味着 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可是对台湾人 王文奇来说 战争结束那一刻 他经历了这场 人类的大灾难 他是二战核爆的亲历者 当年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 只离他0.7公里 这次在下面 这将尚 mon 当时呀 当时 我说一时间 这是人前的 比这个小伙子 他站不穢 讲那个手段 所有人都家庭 总是搞话 王文奇 台湾嘉义人 他是日本长崎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实习医生 核爆当时 他身负重伤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整形被说 你看 台湾的天员 这些人都迷你长长 这些人都男性 化妆 死的神仙 无死的变成 土都过来 所以就笑 一生难忘的 比赛的动静 我就说呢 王文奇的幸存 是个奇迹 但日本很难出现奇迹 长崎原子弹爆炸后6天 也就是在8月15号 日本御人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是当年日本投降时 所谓的御音放送 这个声音也传到了满洲国 8月15号的中午 天皇广播主要的意思 就是接受波磁潭血缘 等于是就是无条件投降 那我们当时 有的同学 有的这个 就哭了 以为这个日本打败了 我们就变成王魂奴了 结果我们回到家里 我父亲说你是中国人 你哭个屁 等于我们胜利了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 反而是转 转右为喜 日本尚未宣布投降前四天 溥仪早已闻到日本战败的气息 他清觉自己的皇位和性命 极可能不保 于是带着心腹离开皇宫 逃往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 那我临走的时候 在临江大栗子沟上飞机 先到通话 到通话上飞机 上飞机说是这个飞机太小 不能够一直飞到日本 所以得先上沈阳 虎仪先到了 虎仪到了以后 我们就到了那个沈阳机场 一会儿苏联的一个司令官来了 来了 我们就算了 逮捕了 俘虏了 他们转进沈阳 准备逃往日本 后来被苏军俘虏 送往西伯利亚 二星觉罗玉瞻 也在溥仪逃亡的行列里 在溥仪被俘的行列里 有唯一的台湾人 御医黄子正 此外 还有满洲国 一万六千名日本关东军 他们通通成了俘虏 陆续被送往西伯利亚的 赤塔和伯利监狱 我父亲被逮到西伯利亚的时候 他曾经寄回过一张明信片 就是一张 我记得我印象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还看过那个明信片 他是在集中营里面 前前后后寄回了 唯一张明信片 然后上面就写 我们平安 一切无事 日本战败垮台后 满洲国溥仪的皇帝梦碎 而昔日威风凛凛的日本关东军 也在搅出枪械后 成了意志消沉的败将 那时候很悲哀 就是那个日本的关东军 真可怜 但是日本人自杀 有一个叫板子 他部下都叫来 说的你们要不好自杀 要坚强生活下去 回日本去 说完了 他自己自杀 自杀和杀人 成为战后东北 一幕幕惊恐的画面 在满英工作的张兵玉 领了最后一笔工资回家后 却遇上曾经用 歌舞表演 慰绕的日本关东军 战后的张兵玉一家 面临了一场无情的杀戮 千云弹雨回来 我就发烧烧了 不能动 他的就是不怀好意 我就祈求他 我说我在满英 我每年去喂老黄军 我们母女 我的妈妈 很可怜 请你不要对我们 做坏事 他说我恨 这是他说 恨蒋介石 他说蒋介石 日本兵说蒋介石 最后 他们不怀好意 我们两间房子 就拉着我妹妹 就到那个隔壁房间 我妹妹说 娘 我死我也不去 这时我就听枪响 两枪 我母亲这儿中枪 我妹妹这里中枪 这个时候他就 日本人 枪那么大 他对着我这 比如说这是我头 就这么近 那枪啊 也是有点发抖 一个日本兵说 再够 把他一拉 我就躲过这一劫 日本投降初期 这里的关东军 让东北呈现 无政府状态 紧接进城的 150万苏军 快速接受东北 但这些苏联大兵 竟然又成了 满洲国垮台后 老百姓另一个梦魇 这些苏联大兵 那些苏联大兵 befnt 都在更远的 对面 对面的 我去看了,看了,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看了 我去看了